越南南部平洋省平靜的乡间小镇团涌进大批军警 在这处民宅来回搜索 原来这里竟然发生一起 震惊越南全国的水泥风湿案 一名男性刚刚购入这处民宅 才准备要打扫入住 却在屋内发现两个装满水泥的橡胶桶 里头竟然藏着两具腐烂的男性遗体 现在他连忙报警处理 骇人听闻的水泥风湿案 引起越南警方关注 他们追踪曾经住在这里的住户 才发现之前沉出的女房客 和一伙四人设有重嫌 警方调查发现原来这两名死者和四名女子 原本一同租下这间房子 要来修炼法轮功 没想到先是其中一名男子发生纠纷亲身 接着他们又觉得 另一名男子太住他不适合一同修炼 才下手将他杀害开除 更吓人的是 这四名女贤 竟然还继续办事修炼 只要最近搬离住所 才让事件曝光 由于这四名凶贤下手凶残 引发越南全国关注 目前越南警方还在持续侦办 希望能够确实厘清他们的犯案动机 三连新闻问这吧 看来